从香港阅读世界 洗涤心灵 古墓人生再启航 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 第31届香港书展 于2021年7月14日至20日 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今届书展的年度主题是 心灵例子 寄望读者阅读心灵例子书籍 吸取正面信息 启发心灵成长 冲破疫境再启航 文艺郎呈献三大专区 特设的重心书法专区 展出年度主题作家的珍贵藏品 专区也会展出其他作家的 畅销心灵例子精选书目 我写每一个故事 都要有一些出人意料 和人想法不同的地方 而有意思在里面 有一句说话 写作要写 人人心中所有 最人人不下所无 儿童乐园于50年代创空 陪伴香港人成长 文艺郎为此 设有我们的快乐回忆 儿童乐园展区 盛宪不同年代的儿童乐园 画作原稿及相关精品 让大家从十式的童真 为纪念一代香港武打巨星 大会与李小龙会 攜手合作设置 《北楼巨龙李小龙传旗80载展区》 展出李小龙的照片 展报及珍贵藏品 今年书展张车有八大广作系列 当中包括年度主题 洗敌心灵 古墓人生广作系列 世界视窗 本地文化历史 英语及国际阅读 写意生活 心灵例字 儿童及青年阅读 以及名作家广作系列 一众华文作家 亦章于书展与读者交流 2010年的时候 其实像是老天爷推了我一把 就把我推到了这条路上 走上文学这条路 对我来说是对我的生活改变很大的 然后第二个是 它其实在当我在写作的时候 其实写作也在每时每刻地改变我 它其实是这十年的写作 其实是我产生了非常非常大的 人在产生很大的变化 大会也邀请多位外语作家出席分享 除了一年七日的书展外 贸法局联同各区单位及文化机构 举办文化七月阅读下季 让大众体验文字的乐趣 从香港阅读世界 洗滴心灵 鼓舞人生再启航 2021年7月14日至20日 我们一起投入香港书展 这个文化城市